随口说大马,大家好啊 我正在全世界最大的酒店 离开了雪兰俄州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彭亨州的云顶高原 这儿是马来西亚彭亨州文东县的著名高原景点 距离吉隆坡市中心的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儿有全世界最大的酒店 还有全世界最快以及东南亚最长的缆车 而且这还是马来西亚唯一的合法赌场 另外云顶的云星剧场可容纳6000名观众 不少本地以及国外的歌星经常在这儿举行演唱会 为了让客人们安心居住 疫情期间客房消毒完都会贴上封条 就是客房的价格不降反升 平时一间100多块的三人间 现在要400多块人民币 我这个房间的窗外可以看到云顶高原的全景 粉丝们跟着我的镜头看这边啊 直升飞机平台 如果你赢了足够的钱 可以叫一辆直升飞机下山 当然了也有可能腿的下山 来咱们先欣赏一下云顶大道的多媒体调球动画秀 这是亚洲最大型的调球装置 在四层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1001个神调灯光球 这也是亚洲首个多媒体调球动画秀 灯光调球涉及动态光性能 颜色变化 塑料球跟着音乐同步移动 他在展厅的半空中创建了壮观的3D浮动模型 一共有宁大师海底交响乐 奇幻森林 城市交响乐 和创造女神四个主题表演 这是免费的公开表演 您只要抬头就行 而且您也不用担心错过表演时间 大概是每30分钟表演一场 每场大概4分钟 来咱们换到四楼的角度再看一遍 本来20世纪福克斯主题乐园和室内主题乐园 预计是在2018年末或者2019年初竣工 后来传出这个计划声变 迪斯尼收购了福克斯 马来西亚云顶在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 寻求超过10亿美金的赔偿金 因为当时福克斯和新东家迪斯尼 取消了与云顶福克斯主题公园的协议 虽然说外界传闻现在已经和解了 但是室外主题公园还是没有开放 一切活动都在室内进行 所以想投资云顶房子的朋友 还是要多留一个信仰 毕竟这一个第一世界酒店就7000多间客房 云顶天城游乐场 是以星空和英国古典游乐场的主题设计的 门票50码币不限次数 也就是说你买一张票可以玩一整天 这应该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室内游乐场 儿童的欢乐海洋 每天都是霓虹闪烁 长廊的拱形屋顶会根据时间变换图案 一会是鸟语花香的晴朗天空 一会是满天繁星的夜空 我身后就是赌场的入口了 这地儿我就不多介绍了 注意看我的口型 说的是珍惜生命远离赌博 有事您原生